杨明华 10月8日下午一点多,逢点传师后学曾领任素林小姐接到本单位人才张书珍 小姐从台中来店恰伴求道事宜,据她店告曾领任,有两位母女由她引导前来求道 是徐泰坦和她女儿徐XX,据张小姐告知徐女婴肚子脚痛,进出多家医院住院 以各种仪器检查结果,并无任何疾病皆以止痛真止痛了事,但这次止痛真无效 恰遇徐太太来台中看她女儿,遇到此事求救于张小姐,但也仅见过两次面 张 小姐告诉徐太太,既然医药无效你带她到台南佛堂请示神明 因徐女痛不欲生,并且告诉她母亲,有一男一女向她索命 之后看到释迦牟尼佛,曾向她求救,可 是佛陀显著苦脸无可奈何之状 因徐女的冤迁索命已尽昏迷状态至未为疾 徐太太又不敢做主,只好便告徐父做主 徐先生是无神论者,可是情势危急,贵了急 徐就爱女一口答应了 此外张小姐又找一位别祖宪的通灵道清州小姐并告诉她徐 XX知识,请她和徐父一道来一和圣堂帮忙处理 周小姐在电话中请徐XX接电 话,但徐女警卫一声就无法再讲话 由此周小姐就得知有冤迁索命,是尽速道 佛堂求道,在屋中沿路叫醒她,绝对不能让她昏睡 否则一睡不起就完了 于是叫了救护车火速送来一和圣堂 当然依照周小姐吩咐去坐 可事到一和圣堂徐女无法走路 由司机抱进佛堂利用轮椅推进一楼佛堂求道 请谈后仍然不 审人士掩掩一席 由徐太太代跪拜经典道后就哭出声 但仍然不能说话 点传 试探情况有意立即是参与人和徐母等拜慈悲投之后才醒过来 从澎湖与她祖先的周小姐赶来的徐父目睹此状况 亦跟着求了道 之后徐XX小姐逐渐好起来如正常 但此时仅仅求道救了她一命 她与冤迁的因果上不能算 解决了事 由周小姐带往台南 是她祖先知佛堂商谈解决之道 徐XX父母等她可正常去上课 在中部念大学后于10月仨日在本圣堂开人 才在教育班时前来见证徐XX求道经过及处理经过 编者案应偏幅关系 不做详细报道 由她父母祝书感谢黄恩并做功德回向冤迁 раз員都想叫她 计划 和任之后 会 support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